第六题 题目说呢 已知119乘以21等于2499 这是一个重要的已知条件 119乘21等于2499 那要求呢 119乘以21的三次方 减掉2498乘以21的二次方 首先呢 先别急着呢 直接去把它乘开 先观察一下 怎么样才能利用到这个 题目给我们的已知条件 让我们可以很迅速的 把这个答案算出来呢 那蛮明显的 这个后面有一个21的二次方 前面是21的三次方 想办法把这个前面这里呢 把它把21的三次方拆开 拆成多少呢 拆成一个21 还有一个是21的二次方 其他都不变 减掉2498乘以21的二次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前面这个呢 119乘以21的部分 它就等于2499 后面呢 21的二次方先留着 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减掉2498乘以呢 219乘以21的二次方 前后这里都有乘以21的二次方 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的以后 剩下2499 减掉2498 后面呢 再整个乘以21的二次方 这时候就很明显了 2499减掉2498 非常的好算 答案就是1 1乘以21的二次方 乘出来 441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等于 441 答案选B 这个选项